近日,国务院批准增加陕西省西安市、山东省青岛市为内地赴港澳个人游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决定自2024年3月6日起 在西安市、青岛市为符合条件人员签发往来港澳个人旅游签注 届时,西安市户籍居民以及西安市居住证持有者 可以自行选择在西安市的各级公安出入境窗口或者是智能签注设备 自行选择团队旅游签注或者是个人旅游签注免提交申请材料 那么赴港澳的旅游签注呢 香港的分一年两次、一年一次以及三个月两次、三个月一次 澳门签注分为一年一次以及三个月一次 申请人在港澳地区停留不超过7天 2月23日,记者在西安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看到 有许多民众正在服务窗口进行咨询或办理相关业务 记者就即将实施的往来港澳个人旅游签注政策 对现场民众进行了采访 我这次来本来是想办那个港澳通行证 因为原来不是去香港还得跟团嘛,比较麻烦 然后现在听说是3月6号以后是可以从西安直飞香港 可以自由行了 然后想着带孩子去香港迪士尼乐园玩一下就比较方便了 然后今天专门先来把港澳通行证 因为之前过期了,先重新补办一下 我以前去香港的时候从西安这边是要坐飞机到深圳 从深圳那边办理入关手续才能到进入香港 而且是要跟着旅行团出行都是要跟着旅行团安排 从3月6号开始西安这边可以直飞香港 而且可以办理自由行 大家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旅行时间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感谢观看